同学们,我们再做多几题稍微复杂的题目 那么今天的这一堂课就结束了 这里有两个simultaneous equation 4y-3x加12等于0 还有3y-x等于1 我们先把左手边这个label称为1 右手边这个label称为2 好,我们看右手边这个 我们可以把x移去右手边 然后1移来左手边 这样子我们就得到3y-1等于x -x搬过去变成加x 加1搬过来就变成-1 然后我们再把左右位置交换 得到x等于3y-1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label成为equation3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equation3 substitute进去equation1 把这个x等于3y-1 substitute进去 equation1呢现在呢就变成4y-3乘过乎3y-1 加12等于0 这个x等于3y-1 把它带进这里 5y-3乘过来就变成4y-3y得到-9y 所以我们得到4y-9y加3加12 4y-9y得到-5y 3加12得到加15 15搬过去就是-15 那乘-5 搬过去右手边变成除-5 这样我们就得到y等于3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y等于3 substitute回去equation3 equation3是x等于3y-1 那么现在呢 y是3 3乘3得到9-1 得到8 所以呢答案呢是 y等于3x等于8 刚刚我们把y等于3 substitute进去equation3 然后呢得到x等于8 得到的答案呢 最好我们把它substitute回去equation1 来确定一下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对的 我们把y等于3x等于8 substitute进去equation的左手边 就得到4乘以3 减3乘以8 加12 这样我们就得到12 减24 加12 得到0 这个0呢跟右手边的0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答案是对的 同学们做做quiz练习一下 回家 好了 我现在看来 迷 辅 辅 辅